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喉咙卡卡有苦难言 吼不出的痛啊 喉咙痛不止有苦难言 甚至连吃东西的都会卡卡不舒服 吼不出的痛到底该如何化解 现场要请到三位来宾跟我们一起讨论 喉咙痛不一定是感冒 感冒也不一定会是喉咙痛 到底怎么样分别的 等一下跟您谈一谈 抗老不是只有皮肤跟身体的健康 我们的声音也要保护好 声音才不会老得快 声音沙哑也喉咙痛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你常常喉咙痛吗 超级常喉咙痛的啊 因为我是老师啊 之前是当老师 然后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要一直讲话 就算一直在喝水 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减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当然大家都知道感冒的时候就会喉咙痛 但是像欣欣刚才讲的 我没有感冒咧 但是我也喉咙痛 那代表说其实有时候喉咙干燥或是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也是会喉咙痛 那你就说为什么其实我没有吼学生啊 但是我讲话 但是当老师基本上就是要讲话 其实不是只有老师 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一直讲话 医生 对 包括很多业务员其实都是 但是有的人讲话比较省力 有的人讲话比较用力 那这时候你就好像你在走路一样 有的人走路很轻 有的人走路就比较重一点 那所以只要是喉咙过度的使用或是过度的干燥 就会造成喉咙痛 因为我们有一些是身为老师的病人 然后他就说我生意就是用到生意常常讲话 都是咬的 然后只好用撕喉的 那其实这样子的人他有一部分 他其实一开始他为了想要润喉 就是他当老师嘛 然后大家就听说喝鹏大海 喝什么 顾喉咙等 可是一般所谓这些顾喉咙的东西 他很容易是偏寒性的东西 结果他吃久了之后身体变虚了 就是本来一个比如说他可能以前讲话很有元气的 他到后来讲话变成这样子没有力气 然后那他就是对 就是其实他就是含量的东西吃太多 然后吃到身体的我们说是中气就不足 所以他讲话就变成不是很难用单甜出来 因为他可能很常在拉肚子 然后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就咳嗽 可是这个都不是外来的感染的因素 这个其实是因为他错误的使用包养的方式 然后引起后来的就是他变成要用撕喉的 引起的喉咙痛 所以反而适得其反就是了 对 是不是连在待冷气房待久了 是不是也会引起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冷气房基本上对喉咙是不好的 对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室内空调的 有时候我们都会希望你旁边放一瓶水 一杯水 一杯水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水会慢慢蒸发 蒸发 对对对 因为这个空 因为有空调它会变得比较干燥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喉咙发炎 或是你今天感冒的时候 你应该吃东西会更不舒服 对 那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或是嘴巴可以含一个包括化霉 喉糖任何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你开始口水自动出来 对 所以我们在吃东西不会痛 但是不吃东西的时候反而痛 大概就是干燥 中医其实把喉咙痛分成 大概一个外阴一个内阴 那外阴的话 基本上就是因为外来的感染造成的 就是有呼吸道的感染问题 那内阴的话就是用喉咙过度 然后再来有一个是阴虚 那阴虚其实比较常发生在老人家 尤其是大概过了更年期左右的人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喉咙一直很干 怎么喝水都没有办法解渴 欣欣他这个也是属于一种局部的阴虚 因为他嘴巴会张开 那我们中医讲的阴 就包括所有的粘液 那所以这边干掉的话 就是他局部的这边阴虚 那还有一部分是身体太燥热的人 比如说我平常就很喜欢吃炸的辣的烤的 然后吃东西无辣不欢 没错 那这样因为身体比较燥热的关系 其实他的那个 其实有的人 他就自己很容易就发炎了 有人可能昨天吃个太辣的东西 今天喉咙就有点不舒服了 网路的谣言霸霸 叫我们来看今天的missq 听说空气污染会导致喉咙痛 这是真的吗 吕医师 这是真的 加上配合我们这张图片 但是说服力更惊人 对对 我想空气污染 就好像我们吸进去的一些空气 并不是那么干净 对 那这时候我们的年末上 可能会吸了一些 包括细菌或是悬浮微粒或这样 那这时候你再包括你在讲话 或是你做一些吞咽的动作 任何动作 你就会觉得里面卡卡的 好像有东西在里面 对 干燥的程度会比没有的会更严重 没有空气污染会更严重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的环境 其实它那个空气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戴一个口罩 或是想办法过滤一下 这些不好的空气 那这样子你的上呼吸道 接触到的空气 第一个就不会有细菌 不会有脏东西 那当然如果更好的是要湿润 保持湿润 保持湿润 对对 可是保持湿润怎么做 我前方永远放着一颗梅子 然后就是动 自动的 伸手水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的做 但是你可以把梅子放到嘴巴里面去 所以有人含了一些很多很多的方式 都会让我们的口水会增加 就增加口水的一个分泌量 没错 但大家都在讲说喉咙痛 就一定会伴随着喉咙痒 或者是颠倒过来痒就一定会痛痛 这两个当中是有关联性的吗 有非常大的关联 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们喉咙痒 我们会习惯怎么样 会清一下喉咙 清一下喉咙 基本上好像舒服一下 但实际上对喉咙本身来说 是一个伤害 这是一个伤害 可是好多人都会这样子做 对 因为你清喉咙 讲说我在空气污染的时候 讲说现在就想要咳嗽 想要打翻地或怎样 其实我就是要把这个脏东西 把它排除掉 但是清喉咙基本上会让你的喉咙更干燥 所以很多尤其是隐君子 他们散步舞时就在那边清喉咙 其实反而是越清 你的喉咙越感觉不舒服 没错 像抽烟的人 其实有抽烟习惯的观众朋友 其实一定会感觉到 我喉咙常常在点火 所以喉咙 点火 对对对 整个嘴巴会更干燥 所以这个东西 他的想要清喉咙的那个欲望会更强烈 那长期来说 就会让你的喉咙更容易不舒服 更容易疼痛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用羊桃汁来治疗喉咙痛 超有效的 这是真的吗 廖医师 羊桃汁 它感觉就像饮料 是 就是其实本来很多药 它跟食物本来也是同源 像我们说会吃离子 喉咙咙咙咒的时候会吃离子一样 它也是水果 很多蔬菜水果都是属于 偏有点寒凉的东西 那对于如果是喉咙发炎 就是身体有点那种发炎症状的时候 水果是有效 所以人家说喉咙痛的时候吃维他命C 就是利用那个维他命C 或者是一些蔬果里面的抗氧化能力 去对抗那个发炎的状况 所以羊桃汁它 而且羊桃汁在古代其实它就有记载 它是可以疏解咽喉的红肿疼痛的 所以我们从图片上看到 一定是要像这种小摊犯 那一锅不知道泡了多久 越浓越好吗 还是说其实不需要 其实不用越浓越好 因为其实你也是要喝水 喉咙不舒服的人 所以OK就好 因为有的太浓的时候反正太咸 对 然后那还有再来就是像 如果是有肾脏问题的人 因为羊桃汁它里面的甲的离子 对含量非常丰富 所以如果是有肾脏甲离子代谢问题 对 然后只是说 可能他可能是心脏有一点问题 你也不适合喝太多 所以像如果星星这样的人 来我们调理体质的时候 我们除了开一些滋润它喉咙的 可能就会 这一部分是类似 那个彭大海这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同时会补它的正气 系就对了 对补它的抵抗力 才不会说 就是只有吃到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没有把它回田 弥补起来 那像我这边有听说啊 吃甲壳素好像对喉咙很好 甲壳素就是阴阳补充品这种甲壳素 我有听说 甲壳素 对对对 就是说它一般人家是这样讲 就是说或许吃甲壳素之类的一些保养品 或是保健食品 它对于气管的那个收缩会放得比较松 那你就不会那么紧 就会觉得喉咙会比较舒服 有这样子一说啦 但是效果到底多好 大概很难去评估 那我这边还有阿嬷的偏方 阿嬷的偏方 阿嬷是有那个什么冰糖 然后加蛋黄跟茶叶 它不能是茶包是茶叶 然后冲泡之后 就用热水然后冲泡之后 就是当开水盒 对那这个效果是真的好吗 廖医师 我都会听到这种 我都会听到这种 我觉得那应该是 因为古代人其实他常会用蛋 来做滋润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喉咙很干 因为像刚刚欣欣讲说 他一直喝水 可是喉咙还是很干 问题就在于 他喝进去的水不是口水 这听起来有点恶心 对不是口水 因为口水它是有黏性的 它可以停留在我们的喉咙跟口腔 所以可是我们喝进去的水 它是很液体的东西 一下子就过去了 对所以它没有办法在那边保湿 我们擦那种保湿的东西 精华液就对了 对都是有一点黏性的 那刚好鸡蛋它有一点这样子的效果 而且鸡蛋其实它 我们终于说它是有情之瓶 不是说它上面有个爱心 是说它是一个可以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 然后所以它其实同时就是有补充营养 然后又带来一些滋润的效果 驴师有听到这个阿嬷的片方 我听过 我听过 效果怎么样 我自己有试过 有 还好 还好 还好就是说觉得 不辣 对因为我想冰糖下去熬的东西都不错 也是这样 对 所以那当然你用这样子的包括茶叶 当然刚刚讲说不要用茶包 因为或许茶包有一些是 比较滋味末节的那个茶叶 不是真正那么好 对 然后加鸡蛋加冰糖这样子下去做 我觉得这个的保湿效果会很好 我自己有试过 我自己有试过 只是成本稍微高了一下 今天的东西喉嚨舒服了 可是鼻塞流鼻水头痛变严重了 然后脖子紧变严重了 就是有可能你其他症状是加重 喉咙痛是最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 根据统计 每年有至少40%的人 曾经罹患急性咽喉炎 常有喉咙痛 发烧合并咳嗽 流鼻水等等的症状 而病毒引起的急性咽喉炎 大约7到10天就可以自然痊愈 很多喉咙痛都是病毒引起的急性咽喉炎 到底这个急性咽喉炎 跟我们一般的喉咙痛 有什么不一样 律师 急性咽喉炎一般就是说 如果是感冒来说 刚刚讲我觉得说 可能有合并一些发烧 或是流鼻水 鼻子的症状 甚至有的人急性咽喉炎 也会有点拉肚子 肚子痛 因为它可能是一些 肠胃型的感冒 或是其他的造成一些 肠胃的症状 都有可能 那所以如果它发生的时间 讲说因为两三天 或许之前有一点受了风寒 或是最近天气凉 会有点不舒服 这样大概就是所谓的急性咽喉炎 对 那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在 来看门诊的一些病患 它并不是有这么确定 就是我就是两三天才开始发作 有些很久 有些好几个月 有些甚至好几年 是 这一种算慢性吗 对 就已经变成是慢性 但是这个就有时候 不是那么直接归类说 它是一个急性咽喉炎 或是它只是感冒 所以我们常常有会建议这样的病患 我们会慢慢剖析说 到底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会特别痛 有时候我是不是去咬 我常常用这边 有时候它是孽额关节的问题 对 它也是会造成喉咙痛 那有些是牙齿的问题 也会造成喉咙痛 或是基本上 有时候我们再去吃虾子 然后吃螃蟹 有时候去勾到你的粘膜 造成口腔溃疡 那这个溃疡你没有注意 其实在最里面的地方 那你就以为是喉咙痛 那或是有时候 有的人喜欢喝太热的东西 太烫的 对 那有时候你会在你的 口腔的上额那边 就会有一点粗血或是溃疡 那那个溃疡有时候你也不会发现 所以有相当多的状况是 不是感冒就可以一概而立 像我的扁桃腺比较粗大 对 所以只要我开始觉得喉咙不舒服 然后比较再严重一点 要接近感冒的时候 我的那个就是身体就会开始发烧 如果你经常有喉咙的不舒服 或是它是急性咽喉咽 那常常你的扁桃腺 常常因为常常发炎 所以它刚开始是这样 后来就这样 越来越大 对 应该是倒回来 不是因为它变大 所以常常感染 而是因为常常感染 所以它变大 对 但是因为你扁桃腺大的时候 你就会喜欢用嘴巴呼吸 因为你的鼻子呼吸就会不顺 相对的你的口腔就会更容易干燥 所以都有一些恶性循环 跟良性循环来调整 因果关联就对 那这时候要去 例如说可以处理扁桃腺 让它消肿一点吗 还是说 当然可以啦 都是包括用接受手术 但是我讲不是这样子 就一定要接受手术 有时候就是多注意一下 你的调整你的身体的状况 因为基本上喉咙痛只要 它不影响你的进食 不影响你的呼吸 基本上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但是有些人就真的 不想要自己讲话像鸭子一样 尤其是大家都说 虽然感冒的声音特别低沉 但是也特别的难听 对于这一种就是喉咙痛 就是我们应该要再怎么治疗呢 以中医来讲 像中医的话 我们还是用清热解毒的药 那这个就是跟西医的抗生素 很接近的这个东西 然后先把发炎的部分先压下来 抑制下来 对 先压下来 然后不过清热解毒的药 也是重病极致啦 就是说我们治疗到 它已经不肿不痛了 就这个药就该要停掉 因为很多人是自己 就是把这个药吃过头了 对 然后后来变成 我想说我吃来当保养的 对 后来变成久壳不浴 因为其实通常喉咙痛的时候 不会是只有呼吸道的症状 可能合并 包括头痛 鼻塞 流鼻水 然后全身的不舒服之类的 那其他我们就会用一些曲风的药 帮他身体的这些地方把它比较活络 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 我常常有时候在跟病患人讲说 就好像我们脚栓一样 你给我 我给你吃药 这样你继续去跑马拉松 请问你会不会舒服 绝对是只有一段时间好一点 因为那段时间是药物帮你带过去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看看自己的 就是说可能过度使用 或是你要减少你的 太过使用你的声带 或是减少去清喉咙 有很多很多的症状 有时候刚刚廖一直讲 有时候是适得其反 补过头了 补过头 对 我自己的感觉是 有时候喉咙痛是 快要感冒之前的一个警讯 警讯 对 就是当你觉得 怎么早上起床 喉咙这样子感觉怪怪的 或是痒痒的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可能感冒快要来了 但是你如果适时的 例如说我补充大量的维他命C 或是温开水 这个喉咙痛 它就不会变严重 甚至变成后面 引发后面的感冒 这个星星一直点点头 真的 因为早上起来 我如果真的觉得 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会赶快泡一个盐水 然后漱口 然后对 因为它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杀菌 你前一天如果去唱卡奥 可以嘶吼过度 那喉咙痛你知道 那个唱到破伤 破伤 但是你 前一天引起 对 但是如果你前一天 无缘无故今天早上起来 没有来由的 就是喉咙开始痛 那其实真的就很高的几率是 呼吸道感染这样子 我们常说 如果你这个时候有压下来 你当天可能晚一点就没事了 对 对 就没有后来的什么 好几天的不舒服 对 就是湿身 然后还要再咳嗽 对 对 其实除了我们说 赶快素颜水或者是喝维他命C 其实这个时候好好休息 是非常重要的 喝水跟睡觉 其实是提供自己身体一个 自我治疗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刚刚廖医师讲得很好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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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 你开始觉得开始不对的时候 是不是今天晚上的卡拉OK 我就不要去 今天晚上就 麻辣锅就不要吃了 麻辣锅就不要吃了 对 就是有些这种东西 你觉得会造成你的喉咙太大的负担 当然说我今天必须一定要去 讲一些很长的课 或是什么 那个就没有办法 那其他的 如果你在饮食方面 辣的 炸的 那这个东西少碰一点 就是极少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转变 可能你就不会到后面的那么不舒服 那当然说包括喝水或是戴口罩 这个我想大家都清楚 那刚提到 饮食很重要 辣的 油的 就少吃嘛 那还没有哪一些的饮食禁忌 如果是风寒感冒 风热或风寒都好 就是你是因为外来因素感染 引起的喉咙痛 炸的 辣的 烤的 所有灶热的东西 这基本上一定是不能碰的 然后再来就是补品 有些人说 我喉咙痛 我来吃个进补的 我来吃个姜母鸭 这个就反而会火上加油 对 然后在感冒初期的时候 只有一种状况能补 就是你这时候还是有点胃寒 然后但是喉咙是不痛的 但是你会觉得头好像有点紧 然后身体可能有点 好像会有点怕冷 然后这个时候你吃驱寒的东西 这时候吃姜母鸭是有效的 然后喝什么黑糖 黑糖那个姜母茶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已经喉咙痛起来了 肿起来了 对 就不行 这时候我们是说已经风寒化热了 你这时候吃这些补的东西 反而会补到坏的那边去 然后再来就是喉咙已经痛起来的时候 太酸的东西其实也不要吃太多 太酸 可是这样感觉太酸 我增加口水分泌 当然是可以 所以吃适度酸就好了 稍微酸就好了 因为其实太酸的东西 对我们黏膜也是一种刺激 对 然后再来就是太硬的东西 然后所以像以前就会有说 这个中医跟西医的说法有点出入 就是西医就说你喉咙痛的时候就吃冰 我不知道那个 吃冰师会不会要抗议 就是以前其实有很多说 小朋友喉咙痛 那你就给他吃冰 吃冰 消炎 让他这样舒缓 又可以那个冰敷这样子 然后小朋友比较舒服 那就以我中医的看法来说 我们会觉得吃冰 因为虽然他化热了 可是其实他还是有斜在 那吃冰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比如说 因为你可能同时合并 鼻塞流鼻水头痛 那冰的东西喉咙舒服了 可是鼻塞流鼻水头痛变严重了 然后脖子紧变严重了 就是有可能你会用其他的症状来 其他症状是加重的 这边是好了 但是其他症状加重就是了 对 所以其实在吃东西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说你就是清淡的饮食 然后常温 放凉常温 你也用不着吃热的说我驱寒 不要了 已经痛起来的时候就不要火上加油 对 就是吃常温的 然后可以吃一些软软的东西 所以这周如果给小朋友吃一些布丁 常温的布丁 常温的果冻是OK的 那我刚才要提的时候 其实西医并没有鼓励喉咙痛的人吃冰 对 就是有时候怕吃冰的 有人这样子做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效 那就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吃冰有时候会造成支气管 或是气管的痉软 对 像抽筋这样子 对 有时候抽筋 所以有时候你吃冰下去 你会更容易咳嗽 那我们刚才讲过 如果你喉咙要让它静下来的时候 你这时候又让它去咳嗽 所以反而有时候会得不偿失 所以不见得一定是吃冰 是来治疗喉咙痛 那我也蛮赞成的 就是说其实就是有一些温一点的东西就好了 蜂蜜水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吗 我想它最神奇的是水 是水 对 它们会只是味道而已 对 或许不一定 就是说有些人对于这个蜂蜜 当喉咙痛的时候 其实透过穴道按摩的方式 也可以缓解颈部的不舒服 廖医师怎么做 如果说是外来的感冒 然后我们可以按一些趋风热的穴道 那像比如说这个叫哨伤 在我们拇指指甲侧面大概0.1公分左右 那这个穴道因为它很小 而且这个穴道怎么做 是要用指甲荡下去 指尖这样子 对 指尖 所以是很痛 是很痛 这好像满清酷型那种 对 这个穴道其实平常 不会有人要按来当保养啦 对 真的会痛 如果平常要保养的话 我们可以按这个鱼剂 就是在我们拇指这根骨头 在沿着那个 可以沿着我们侧面这样子按进去 从这边这样按进去 所以是按到那个骨头跟肌肉的缝中间进去 对 那这边大概只有酸而已 就不会那么酷型 对 干不到那个好痛 对 然后那除了这个穴道之外 那再来食指旁边这一个伤羊 这也是一个酷型的穴道 这种穴道也就 当然就是很严重的时候 再来试这个穴道就好 然后还有再来我们最常用的河谷 河谷 对 就是在这个虎口凹陷窝这边 那你要怎么压呢 你压到酸的地方都可以压 对 然后 这个平常就可以多按做保养 河谷这个穴道算是中医的养生穴 所以如果你有轻微的喉咙不舒服 或者是好像有点要头痛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按这个穴道 那其实除了这个穴道的按摩之外 欣欣你平常保养喉咙的方法有哪些 平常我会泡一个就是温热的蜂蜜水 有效吗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好 先请这个吕医师 蜂蜜水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吗 我想它最神奇的是水 是水 蜂蜜只是味道而已 对 或许不一定 就是说有些人对于这个蜂蜜 的那个粘稠度其实会保湿 我想还是有 如果比如说 我可能只是跟家人说话 可能就是音量降比较低 就是一方面也是公共场所的礼仪 就是我们讲话 我们两个人听得到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们平常 比如说要跟病人讲话的话 其实我几乎都是戴着口罩 或者是在公共场所的时候 我也是尽量戴着口罩 一方面其实就是保湿 就是因为你 它会有热气嘛 对对 我们自己呼出来水蒸气 又回来做保湿 然后一方面其实也是说 避免外来的一些 脏空气的污染这样子 那最后想要问这个驴医师 我的正常作息 跟不熬夜也是 对保养喉咙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想体力最重要 体力 当你体力好的时候 你可能很多病痛都不见 没错 对 当你体力不好的时候 尤其又 刚开始有一点活动痛 刚开始 所以那时候如果能够 适度的休息 我想体力是最重要